你好 我也爱人嘛 哎呀 好棒啊 美品配合啊 由将来网红的潜质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们在西林还是在之前那个停车场的营地 这几天我发觉全国各地哪里的人都有 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家庭 他们是有一对90后的父母 带了一个两岁的小孩子出来玩 很萌很萌的 而且那个小孩他每天特别好带 不像我们在家里要喂饭吃啊 要哄他睡觉啊 就是各种自理能力是很强 而且从小就能感觉出来是非常独立的 这是我目前为止我觉得遇到最有趣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去采访一下他们家 所以在旅行路上就感觉能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走吧 去看看 看到没有就是对面那边那个拖挂车 他们一家子 像他们家的话是开的是一个拖挂出来的 这个是他们的前车 然后这边这个是他们的拖挂 我觉得像小孩子这么小的话 带个拖挂的话也挺好的 因为拖挂相对来说空间稍微比较大一些 小朋友在里面活动的空间会多些 一家三口爸爸很帅妈妈很漂亮 观众女儿很可爱 你们出来多久了 好干哦 家都已经凉过了 我们出来四个月了 出来四个月了 孩子也在出来四个月了是吧 对 好带吗这一路上 怎么不行 这还给我打我机呢 孩子在路上好带吗 哭的时候多吗 没有 我家孩子特别多爱是吧 不会也挺好的 每天就像散养的一样 对 妈妈剪剪的 俩人呆着有时候没意思 你玩你的手机我玩我的手机 那有个孩子就不一样了 哦 这样 还有就我们在路上 你看那个车脱钩那啥的 就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你一瞅孩子 世界又充满爱了 哦 老师长得漂亮啊 乖啊 他很乖的 有 有 特别老师过来讲讲 你要沟里 他们这个车上次就是听说 因为在那个唐古拉山的时候 去格尔木的时候 前车比后车走得还快 然后后车冲到沟里去了 听说特别有趣 让他给你讲一下 这个过程呢是什么 是从阿里的路上回到拉萨的时候 在那个无人区吧 嗯 然后我俩就是开了小车 后边的车就是突然间后边一台房车 这我正在开车呢 呜呜呜呜呜开着 然后后边车就突然间车就轻了 就踩油门的脚感就变轻了 对 没得这么沉了 对 然后这个后边的托瓜就从我们旁边就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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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s 我俩就坐车里 谁也没说话就瞅着 别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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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插沟里了 没翻 我怎么要开车 我后面的车怎么撞我旁边 我俩都是这样 都蒙的是吧 我的狗 我的狗还在房车车头 对 就害怕给它弄死 我的狗就这样瞅着 我俩给它冲了 就这样冲了 就跟着这个拖瓜一起扎沟里了 还好这狗子没事 没事 人员都没相亡 车也没有货 也就是拖沟 拿去 我走了 但是在路上的话 这种事情 拖瓜真的是太危险了 也不止我们发生这样 拖瓜一次沟 直接进沟了 然后后边那个杠还舍过一次 在那个唐古拉山口那块 短着都压快挨地上了 这后边不有一个 插在这个前车大梁上的一个杠吗 一个拖车杠吗 才能给它拖上 就那个杠 然后前边大梁 我这前车大梁没事 就后边那杠直接断了 折了就 它而且还是一体的 对 它不是说汉上说 它是一种 它是一体的 三脚铁的这种 就一三脚铁 对 特别危险 现在这车里边 你看现在这里边有点乱吧 但我行车过程中 东西都要搬到后边 都在弄这小车里 然后这个水箱我现在都不敢加 为什么加了这很重 因为我们换过轴嘛 这个轴整根换的 然后先开始吧 这个车去阿里的时候是外八 在路上变成外八了 吃胎 我们去看看你脱挂里面好吧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脱挂 他们的脱挂里面 脱挂应该空间比较大 这个是柜子吧 不进门 没事的 没有一家是 把葡萄吃吃 那你去吧 那你脱挂空间就很大 还是很整齐的 它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床 然后这边一个吸收台盆 哇 你看这东西很会生活的女主人 这是一个洗手台盆 那么上面 很精致哦 厕所方便打开吗 然后去厕所打开厕所去看一下 还有一个穿衣镜呢 哎呀 别说这脱挂空间就是打 这空间还是很大 就跟家里的厕所一样的 所以脱挂它的优势就在于空间是很大 像他们一家三个出来玩 小朋友这么小 有很大的活动空间是真的 真的很舒服的 再把两个葡萄吃吃 嗨 在于墨 特别可爱 来来来来 哎呦 在于墨拜拜 哎呀好了好了 我要陪小孩玩了不跟你们说了 拜拜下期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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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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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